Good evening guys! 大家晚上好! 刚刚进行了一系列的腹肌训练 那我也是有拍视频的 本来是打算做成vlog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我想一想 嗯,在这之前不如教一教大家 我是怎样使用手机来 edit video 的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我们马上开始 老师是使用一个叫做剪映的APP进行剪辑的 iPhone也是有的 它是叫做TiPad,是剪映的国际版 跟剪映其实是大同小异 唯一不同的就是不能自动生成华语字幕罢了 拍完视频过后,你就可以进行创作了 你先按进去哦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老师之前拍的视频 那你就把你想要剪辑的视频都选择了 然后呢,就按添加 按了添加之后,它就会进到这个地方 在入中,请稍后OK,然后门停 这个就是我之前拍的视频啦 那么,它肯定会有一些让你不满意的地方的嘛 这些不满意的,你可以选择删除 这种是你不要的,你可以选择删除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 之前拍到的视频,不管是好还是不好的 你都要先留着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是你满意的视频吧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如何添加音频 也就是背景音乐啊 那你就要按这个 剪辑的旁边这个音频 然后你按这个音乐 上面的这一种,它都是可以使用的 可是我就喜欢到Youtube去下载我自己喜欢的背景音乐 然后放进手机里面 这个具体操作我觉得你们应该都会 如果不会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我以后再教你们 怎么样从Youtube下载那些你们喜欢的背景音乐啦 所以这边,衔接下载 提取音乐跟本体音乐 你按这一边,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啦 譬如说这个啊 好,这些平平的线是没有声音的 你必须按了之后 这边有一个字分隔 你就按分隔 删除 然后你把这边拉去前面 然后我们停一停 有没有发现到它的音乐太大声遮住我讲话的声音了 所以我们按这个 然后我们按这个音量 我的习惯是把它调到10或者15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师 那听起来是不是音乐很柔和 然后声音又很清楚了 好,下一个 那么你如果在中途想要加视频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加字,对吗? 你按这个加哦 你就可以加你自己想要加的视频啦 那这个时候我要加什么? 我要加这个 这个是我的开场白,对吗? 我每次都用这个开场白的哦 好,所以我就加这个进去 我们可以看哦 好,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 这个东西我是用Flippa Clip 来Edit出来的 这个有机会我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不喜欢那个Flippa Clip的字在那边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使用这个画中画 好,你按这边 back哦 然后 它这边就有这个画中画 你按这个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 那我就去我之前已经下载好了的照片 我们来看看啊 嗯 这边有一个下载的 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subscribe的字 这个也是我提前下载好的 那你可以看到 那它的大小是自由调整的啦 自由调整了之后呢 我就把它放去那边 遮住那个Flippa Clip的字 好,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 如果它到这边停了的话 不用紧,把它拉长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 如何在这个视频里面添加文字啊 譬如说好像这边哦 譬如说好像这边哦 那个提西 也不是叫膽杆上的提腿 它是平地上的提西和 譬如说平地上的提西 这个我要加字啦 那我就按这个文字 然后我就按这个信件文字 然后我就按这个信件文字 停地提西 OK,那个字出现了之后 你可以趁现在按这个滑字 那这个滑字呢 它是可以让你的字 变得五颜六色啦 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字哦 那我的习惯啊 我很喜欢用蓝色字的 不知道为什么 OK,我放在这边哦 然后呢,样式它是怎样呢 它可以把你的字体换掉 看到吗 它可以换成其他的字体 这个有汉语拼音的都可以的 那一般来说 我喜欢用后线代替啦 我们就使用后线代替 好,具体情况大概是这样 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的字 跑到太远了的时候呢 你按住它 然后你就可以拉过来前面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 它是屏底上的提醒 这样子 对,它就出现了这个字 然后如果太长了 你就可以把它缩短 下一个我们就要讲 如何增加音效 你就按这个音频 然后去这个音效这一边 然后选择你喜欢的这个音效 譬如说这个哦 OK,然后你按使用哦 它就会出现了 现在我们停一停 它是屏底上的提醒 这样子 好,那我们继续说一说 这个画中画 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哦 就是可以在你的视频的上面 再加多一个视频的 我们来看一看啊 譬如说 这一边哦 我要增加这个屏底提醒的动作 然后它很大 你可以自由调整大小的 然后放在旁边 然后我们看看啊 它是屏底上的提醒盒 这样子啊 然后如果你对它的这个 大小不满意 你可以自由调整大小 如果你对它的长短不满意 也是可以自由调整的 那我给这边进行分割 拉过去这一边 然后 如果只是需要短短的时间 你就把它切到短短哦 好,我们来看看啊 听地上的提醒盒 那么 如果你的画中画的视频哦 它是有音量 你又不想它出现的话 你稍微按记一下 然后这个音量你把它换去0 听地上的提醒盒 然后 这个也是有冷气声 我也是把它关掉这样子 听地上的提醒盒 那么 就可以看到它没有声音了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怎样添加这个贴纸 英文就是叫sticker 那我们按进去添加贴纸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有很多选项的 那么至于你喜欢用什么样的贴纸呢 就看你个人喜好啦 那我是很常使用这个综艺的 譬如说 我做的动作很帅啦 对吗 我就按那个好帅 这样放在这边 好,然后我们看看啊 这样子 好,可是如果只有这个贴纸 却没有声音的话 你感受不出它的震撼啦 所以我们又回到音频 然后我们去音效 然后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喜欢的声音咯 好,比如说这个游戏哦 成功 这个音效啊 我选择这个音效按进去 让我们停一停哦 好,大概是这样子的操作 如果那个贴纸太长 也是可以割短的 你把它割短这样 然后我们停一停 好,大概是这样子的操作啦 好,最后的啦 我们回到最前面 然后去那个文字那一边 识别字幕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功能 因为它在卡路里面是没有的 剪影才会有啊 那你按了开始识别之后呢 给它一点时间 它会自动帮你识别所有的字幕 OK,你可以看到那些字幕出来了啊 关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师 好,这个时候呢 你按那个字幕 你可以随便更改它的大小 然后也可以更改它的样式 比如说 你喜欢用新青年体 然后喜欢用黄色 我最近很喜欢黄色 我觉得黄色很适合我的字幕 所以我就使用黄色咯 按那支签笔的话 就可以更改它已经讲错了的字 其实也不是讲错啦 它其实蛮准的 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华语 发音是有问题的啦 如果所有的字幕都没有问题了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导出 那导出呢 它这边有分辨率 它一直都是1080的 真评就是它每秒钟有多少帧 我很喜欢放到60的 反正我的电话很多位 然后你就按导出 导出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上去YouTube 或者可以Send过来WhatsApp给老师 比如说最近老师叫你们做Project 你们要煮好吃的东西 然后拍视频给老师看 对不对 那么 你可以使用剪映 如果你是使用iPhone 不能下载剪映 你用CAPCAD啦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此告段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记得要Subscribe 我们下一集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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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